我們現在要送的是一個重要東西叫做反射定律 在講之前我們先告訴你 你要看得見東西人類的視覺 看得見東西就必須是有光進到你的眼睛 如果完全沒有光全黑的房間一點光都沒有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那為什麼會有光進到你的眼睛 一種是它自己會發光 一種是它怎麼樣 會反射光線 你不會發光啊 同學你沒有會發光啊 我看得見你是因為你把光線反射進到我的眼睛裡面 所以本身會發光的蠟燭啊電燈啊自己有光的 這樣我看得見 那如果你沒有光 你自己不發光就要反射光線 反射光線進到眼睛就引起視覺 所以啊晚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少穿那個深色衣服再晃來晃去 你覺得你說你看了這車前面有車子啊 因為車子有車頭燈啊會亮你看得到它 可是你沒有發光啊 看不見你的 除非你穿那種會反光的背心什麼之類的 可是它看不見你的 它看不見你的 等到看到的時候可能來不及了就直接就撞上去了 所以 那是要有光進到眼睛要反射 那反射就是 坡前進的時候碰到障礙物彈回原界值叫做反射 那前進碰到障礙物彈回來叫反射 很類似籃球的插板得分 或打撞球什麼一顆星打下去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重點是所有坡的反射都會怎樣 遵守反射定律 都會遵守反射定律 好 那啥是反射定律 我們前面曾經講過一次 現在再講一次 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叫入射線反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跟反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這句 就是考試畫一張圖問你畫的對不對而已 很容易看得出來對不對 比較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一句 入射線等於反射線 這一句比較重要 入射線等於反射線 這句話比較重要 好 那這裡有一堆名詞 入射線反射線法線 入射角反射角 那什麼叫做入射線 什麼叫做反射線 什麼叫做法線 什麼叫做入射角 什麼叫反射角 這你要搞懂 尤其是入射角跟反射角 因為後面考試就問你 啊入射角有幾度 反射角有幾度 反射線跟障礙面夾幾度 比較會搞清楚這些什麼東西 第一個叫入射線 什麼叫入射線 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插板得分 籃球丟出去 丟出去的籃球所走的方向 走的這條線就叫做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叫做入射線 那同理 那什麼叫做反射線 那什麼叫做反射線 那就是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就是這個插板得分 打到板子彈出來 彈出的那個球所走的路 就叫做反射線 對入射線就是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反射線就是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那啥玩意叫做法線 那個理化上 物理上 用法這個字 代表垂直 法這個字代表垂直 所以所謂的法線什麼意思 就是跟障礙面垂直的線 在那個碰到那一點垂直 在撞到那一點垂直的 叫做所謂的法線 跟障礙面垂直的線 所以叫做 入射線 反射線 跟法線 在同一個平面 好 同一個平面 叫做 入射線 反射線 在法線的兩側 這很正常啊 這非常的正常 你用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你用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丟球 等於等於 叫做 入射線 反射線 法線 在同一個平面 不會 等於等於 也不會 等於等於 叫做 在法線的兩側 不是這個意思嗎 除非你的意思歪的 不平的浮在 他可能一些怪事會發生 否則不會 所以這就是 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入射線 反射線 跟法線 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 反射線 在法線的兩側 還有兩個名詞 入射角跟 反射角 就是重點 搞清楚是誰 什麼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假角叫做入射角 同理可證 什麼叫反射角 反射線 反射線 跟法線的假角 叫做 反射角 弄清楚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反射線 反射線 跟障礙面 夾 幾度 你要搞清楚你在算什麼 你要算什麼東西 OK 入射線 跟法線的假角 叫做 入射角 入射線 跟法線的假角 反射線 跟法線的假角 跟法線的假角 叫做 反射角 好 反射定律 弄清楚 這叫做 反射定律 重點 考試所需要明白的重點 叫做 入射角 等於 反射角 這個是你考試所需要明白的重點 OK 當然 除了背這個之外 你還要知道 到底什麼叫做入射角 什麼叫做 反射角 這個 什麼事 這要搞清楚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重點 OK